今天要帶你們參觀福隆大飯店 現在我們大K要來開房間 有些地方好像怪怪的 這台open 愛情摩天人是發財是 我給你一個讚 等一下 說晚安 晚安 歡迎收看小老婆記憶者諮詢王 我是Luke 那現在是7點鐘 那我跟大K 今天要帶你們參觀福隆大飯店 但這個福隆大飯店不是在這裡 而是在這裡 好我們現在來到了福隆大飯店 在台中厚里的麗寶賽車旅店 因為是福隆大飯店帶我們來爽的 所以這個名字一定要說好說滿 好現在我們旁邊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個T12 Hotel Luke說的T12 Hotel是什麼意思呢 就讓這次的旁白擔當阿娟來告訴你 麗寶賽車場全長一共3.5公里 總共有23個彎道 T12代表的就是第12個彎 這間旅店 就是蓋在12彎的旁邊 所以就叫T12 以後來到麗寶旁邊看到大大的T12招牌 就知道到旅店囉 好那我們就來帶大家參觀一下吧 走 走 這個旅店大廳看起來是不是跟一般的飯店 Lobby不太一樣阿 沒有錯啦 T12旅店走的是一個年輕化的路線 他們的自我定位是比青年旅館好一些 但又不像高級飯店那樣高不可攀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大廳擺滿了桌椅 還有吧台 也擺了古董加油機 磨豆機 做點綴 整體來看有濃濃的工業風 是不是很親民阿 來旅店最重要的 但是看看房間長得怎麼樣 讓我們跟著Look的十字走 好我找到我們的房間了 現在我跟大家一樣要來開房間門了 好那我跟大K剛佈置好房間 這裡有一些很酷的地方 可以給我們放安全帽 這裡可以放我們的衣服 放摔衣這些的 最厲害的是 我們有兩張雙人床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不用同床睡 不用人尬 然後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 當然還是這個觀景樓 對 從這裡就可以看到賽道 這麼大片的落地窗望出去 就可以遠眺整片賽道 是不是非常棒阿 陽台的空間還可以放兩張椅子 讓你可以盡情享受賽道上景 當刺激的比賽 窗外可以享受速度感之餘 房間裡處處都是含有賽車元素的小巧思 像是房卡設計就用了賽道彎道的路岩石設計 裝沐浴乳還有洗髮乳的容器 也用了方格旗的花紋 連背品的部分也讓人耳目一心 最特別的是房間的地毯 運用了紅黑雙色 而且密度不一樣的線條 創造出速度感 真的會讓喜歡賽車的人欲罷不能阿 不過有些地方好像怪怪的 我覺得有一個比較有趣的地方 就是為什麼呢 會是用籃球 然後來去當賽車旅店的這個主題 對 而不是用比如說Rossi阿 還是什麼Marcus 這是蠻有趣的 好現在我們來看一下浴室的部分 這個沒有門阿 這太open了 你一個四人房來說 確實有點沒有硬 對 而且 浴室 他的浴室是這樣子 直接開 浴室是直接開放的 就是上面並沒有門鎖 所以 你需要跟你的房友們 培養非常好的信任感 對 還有你們可能要 這個互相分享一下這個 提味的部分 提味的部分 來賽車旅店 怎麼可以沒有體驗賽車的樂趣呢 沒有錢開超寶 轟隆隆隆 或者不會開賽車也沒關係 力寶賽車場 不只有賽車可以開 還有大小朋友可以一起同樂的卡丁車 也有親切的教練會教你怎麼開卡丁 那麼 耍了來 我們就往小力寶卡丁賽道前進 跟著LOOK一起 衝衝衝衝拉風 不會開卡丁車或者下雨期間入住的話也沒關係 就過來就過來 小力寶卡丁車場三樓還有新世界 機器人格鬥 軌道車 還有VR賽車體驗 保證讓你值回票價 但是 今天我還是想來點賽車的話怎麼辦呢 沒關係 這裡也有中台灣最大的甩尾卡丁車可以玩 不過大K啊 你的體重是不是超過限制啊 沒有關係 這次不行的話 下次再帶女朋友一起來租就好啦 下一站是力寶賽車場的迎賓大樓 前往迎賓大樓的這個通道 它不僅僅是一個平凡的通道而已 兩邊的牆面也記錄著整個力寶賽車場的建造過程 讓你知道一座賽車場從0到100的過程 而且迎賓通道上面就是力寶賽車場的大直線啦 走進門口後 映入眼簾的就是各式各樣的經典車款 除了超跑當然還有鑲到不行的重機 不過不要以為賽車場只有呸掐的功能 在L1樓層 也有專為兒童設置的交通安全教育館 小朋友可以從小超前部署 學習交通安全知識 最重要的呢 果然還是得到頂樓 今天去風盡頭 今天會不會吵吵 風真的太大啦 所以只好繼續講給你聽 沒錯 頂樓就是滿滿的觀眾席 透過近距離感受賽車呼嘯而過的聲音 還有視覺上的衝擊 充分享受賽車運動所帶來的刺激感 一整天玩累了怎麼辦 或者阿爸喜歡賽車 但阿部沒興趣的話呢 沒關係啦 力寶可是有Outlet跟愛情摩天輪呢 大家可以 我們要搭摩天輪耶 你怕高啊 我們是去全家買塑料袋耶 這樣等一下上去不管是尿出來還是吐出來 都沒有問題 哇你好聰明 我給你一個讚 棒 阿不對 愛情摩天輪是發財是 沒事 總而言之 力寶的Outlet東西 霸霸款 一定可以滿足婆婆媽媽 Shopping 的需求啦 如果逛累腳很痠的話 這裡還有造型非常歐風的 鐘樓星巴克可以坐下來休息 裡面的吊燈讓人彷彿置身國外 相信這裡也是個拍網美照的好地方 都逛完之後還是得吃點正餐啦 是芙蓉大飯店田園咖啡廳裡的Buffet 各式各樣的美味餐點 絕對可以征服你的胃 今天的工作量已經超出預期啦 趕快回房間休息 終於結束了今天慢慢的行程 好那今天時間不早了 大K 跟大家說晚安 晚安 晚安 好現在我們已經在吃早餐了 那我們現在要跟大家一起聊聊 這個旅店的體驗 等一下 還沒收到這裡的早餐服務啦 早餐一樣是採用Buffet的心態 很貼心的是 旅店還會標註不同運動量的人 適合家具的穀物 蔬菜 以及蛋白質的比例 食材也非常新鮮 平常習慣清單口味為主的觀眾 一定要來試試看 最後呢 讓我們來總結一下 到底麗堡賽車場的T12旅店 值不值得來呢 這些旅店呢 總體看起來 我覺得都是在水準之上 但是我覺得致命的缺點就是在於說 它的價錢 我並不覺得它的價錢就是旅店 嗯 它其實蠻不便宜的 對 它這樣子算下來的話 四人房房型 一個人要一千塊兩千塊錢 其實沒有到真的便宜 簡單來說呢 我們覺得這間半天它的品質有 然後方便性不夠 然後對於喜歡賽道的人來說 它真的很棒 嗯 但是它的定價上面就有點尷尬 對 不過換個角度想 你是來跑賽道日的人 你要把 你要住在 你這邊可能半 二十分鐘半個小時車程的地方 然後隔天早上八點之前 然後六點多就要起床 然後 然後 就是風神浮浮的跑來 然後 還沒有早餐可以吃 假實話 一塊兩千塊錢 真的很貴嗎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它可能就是在賣整個店 方便性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這次的賽道旅店體驗就到這邊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我是Luke 我是Darren 我們下次見 掰掰